幻象2000战机在新竹外海失事 今天新竹基地的幻象战机也全面停飞进行特检 后续将成立专案小组 还原事故的原因 而幻象从1997年服役以来 这次已经是第九次发生重大事故 回顾过去的意外 总共有七个人获救 五个人殉职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 这次失事原因可能是出在发动机上 幻象又是三型主力战机中 唯一没有做性能提升的 飞机妥善率实在令人担忧 编号2047的幻象2000 周二进行例行夜训时 在新竹外海失事 新竹基地的幻象战机全面停飞进行特检 军方也成立专案小组 进行失事战机打捞黑盒子作业 离经事故原因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 失事原因关键在发动机 现在我们用的发动机 它都是不断的在翻修 买不到相关的零组件 这些替换件 那翻修的发动机品质就会下降 空军向法国采购的60架 幻象2000已经超过25年 F16以及IDF金国号都有做性能提升 唯一都幻象还没有做 幻象服役到现在已经到了中后售期 零附件使用久了也让故障率增加 幻象2000是不是要赶快升级 就算不升级赶快做延售计划 那飞机的各方面零件都老旧不堪 而且妥善率非常的差 回顾幻象战机历次失事 第一次事故发生在1999年 两名飞行员跳伞获救 而之后发生几次意外事故 造成飞行员殉职 而2017年飞官何子宇失踪 最终宣告殉职 2022年幻象在台东外海失事 索性飞官黄重凯平安获救 幻象服役27年来 九起重大飞安事故 五人殉职 七人生还 目前幻象剩下53架服役中 马丁贝克的弹射系统在全世界 它的使用率跟它的安全系统都非常的高 这方面的依赖度 还有它的可靠度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何提升性能 强化妥善率 恐怕是当务之急 也避免幻象再发生 失事意外 记者是台北报导